王金蓮華之鬥歌敬意 樂靈有活力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 下午好 歡迎收看 王金蓮華之鬥歌敬意 樂靈有活力 上個星期展示飛翔隊跟傑出非凡隊 他們展開了第一回合團戰的首輪對決 結果傑出非凡隊以0.3分之差暫時領先 是 那今天這兩個戰隊要繼續的延續上個星期的較量 以青春歲月為主題來定勝負 在本回合勝出的兩支團隊 將在下一回合進行對決 分別爭奪4顆及3顆榮譽之星 落敗的兩支團隊 則將爭奪2顆及1顆榮譽之星 4個回合的對決下來 累積最多榮譽之星的團隊可全員晉級 榮譽之星數量排名第2的團隊 須淘汰2名團員 榮譽之星數量排名第3的團隊 則須淘汰3名團員 而榮譽之星最少的團隊 則得淘汰4名團員 我們學員每一場演出的背後 都有無私付出的推手 讓我們起來歡迎我們的四位導師 首先是千方百計隊的方中華導師 夏日之聲隊的夏慧導師 傑出非凡隊林俊傑導師 以及展翅飛翔隊的雲翔導師 接下來介紹的是三位獨具會演的評審 好 首先讓我們來歡迎的 就是歌手兼歌唱導師公正浩 音樂人兼音樂導師徐怡萍 本地著名歌手孫文海 好 那麼雲翔老師 上一週稍微落後了 這一週有什麼打算 怎麼打算啊 贏他囉 你記不記得有個加分權這回事 有有有有有 暫時還不需要用到 那JJ老師呢 上個星期以0.3分之差暫時領先 贏不多 今天有沒有什麼樣的策略 來拉開這個比分呢 上一週有0.3分 那今天我也有三位女生 再一點點的0.1的信心 給他們多一點點 我相信他們今天可能就會 做得比雲翔老師那邊 再出色一點點 我們只要贏都是贏一點點就好了 很有禮貌 不要贏多 不要給對方太難看 導師們你們別忘了 除了我們的評審老師給分之外 你手上那個加分權可要好好的利用 你可以在你的學員的其中一首歌 一次給他加3分 是這3分如果用的恰當的話 可以扭轉乾坤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請老師們好好的謀略 謀略一番了 是馬上拉開今天的對決 今天是第一回合團戰的第二場比賽 兩位老師先派誰上場 吟翔老師 我就派蚊子 姐姐老師 有蚊子 那我這裡 我覺得我派林青 清乾淨一下 然後就沒有蚊子 林青學生時期 常幻想 自己是自由自在的一片雲 為大家帶來這首《偶然》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我投影在你的薄心 我投影在你的薄心 你不必壓抑無需歡喜 在轉尋前消滅了蹤影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我投影在你的薄心 我投影在你的薄心 你不必壓抑無需歡喜 在轉尋前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晚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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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教會是無法的光亮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我投影在你的薄心 你不必壓抑無需歡喜 在轉尋前消滅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晚養 在指教會是無法的光亮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我投影在你的薄心 你不必壓抑無需歡喜 在轉尋前消滅了蹤影 分開時選擇誠實交代 才能真的降低傷害 文字有改而發 帶來坦白 我們如此靠近 生怕黑夜的冷靜 我們如此熟悉 生怕感覺的疏離 當為何閉上眼睛 當我想用真實的感情 當為何無處而躲 當我說出隱藏的聲音 Oh 我的坦白 加重你的負擔 因為細微早就變成習慣 Oh 我的坦白 加上你的不安 因為懷疑比較容易翻 因為懷疑比較容易翻 翻 我們自才明白 說的越多越空洞 愛的越濃越心痛 我的越久也寂寞 我們自才明白 說的越多越空洞 說的越多越空洞 愛的越濃越心痛 愛的越濃越心痛 我的越久也寂寞 我們如此靠近 生怕黑夜的冷靜 我們如此熟悉 生怕感覺的疏離 當為何閉上眼睛 當我享用真實的感情 當為何無處而躲 當我說出隱藏的聲音 Oh 我的坦白 加重你的負擔 因為細微早就變成習慣 Oh 我的坦白 加重你的不安 因為懷疑比較容易翻 我們自才明白 說的越多越空洞 愛的越濃越心痛 我的越久也寂寞 我們自才明白 說的越多越空洞 愛的越濃越心痛 我的越久也寂寞 來 林青 今天穿這個白色的衣服 聽說你的支持者 也是全部穿白色的衣服 來到這裡 我們現在在團戰這個回合 就這麼多的啦啦隊 而且啦啦隊還有制服 文子 你今天唱的是 球海鎮的歌曲 對 他是你的偶像嗎 對 所以你在年輕的時候 都是唱他的歌 就很喜歡他的歌 而且他是籃球健將 然後我覺得我的性格 跟他一樣 都是屬於比較感烈的那一種 比較帥性灑脫的那一種 對 是 好 兩位今天呢 帶來你們青春歲月的歌 那就讓我們的評判老師們來說說 唱得動不動聽好不好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請徐盈平老師 先來點評 我先點評林青的 我整個聽你這首的時候呢 如果你的語氣再自然一點 然後呢 你再多一些飄逸感 聽起來更舒服一些 就是讓聽者感受呢 就像雲一樣 你像你嚮往的那樣 自由自在 這樣的話呢 也會更動人 更多的美 加油 謝謝 你好文子 我就覺得你對這首歌和駕馭 還不夠 尤其是在這個舞台是一個比賽 需要做到幾點 第一個呢 你要可能聽老師給你的一個 就是幫助的要求 第二個呢 你就要根據這個要求去練習 第三個還得多練習 第四個還得非常熟練 那你要做到這四點之後 你的駕馭感才會有 你的耳朵才能聽到自己的表達 好的 謝謝老師 OK 林青 我剛才聽你說話的時候 是很有語氣的 有時候 你可以把這種語氣 放在演唱的歌曲裡面 那當然 可能要加重一些 也不能夠太輕 因為畢竟還是有音樂伴奏 這可能是你第一次比賽 那我相信接下來的路 你會慢慢的不斷進步 比如說這首歌 偶然 它是有一點點的語氣在 但是你一進歌的時候 其實我就嫌它稍微重了一些 而且唱歌的時候 我都喜歡我的感情很投入 不知不覺中我就 聲帶就比較重 聲音比較重吧 這首歌曲 你其實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我看到三個不同的文字 第一段它給我的感覺 就是一個很緊張的文字 它的拍子跑了 它的音準跑了 第二段我看到一個 稍微找到自己的一個文字 它的拍子好一點了 但是它音準還是跑了 第三段的文字 它進入歌曲的狀態了 當然站在舞台上是會緊張 我希望說接下來 如果有機會再繼續比賽 繼續晉級的話 用最短的時間來穩定自己 好不好 謝謝老師 謝謝 林青妳好 演唱的過程 就你在收和放之間 它只有收非常的細 然後太小 放的時候又太過放了 所以它大小聲 其實聽感上 其實所有的字 還有故事它不連接 聲音甚至有一些小段的是 聽起來像斷層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我覺得在低音的時候 我覺得不要刻意地去壓 因為壓的時候有點不穩 好不好 加油花 謝謝老師 蚊子 我覺得妳的本嗓是OK的 可是在唱的過程的時候 我覺得都是用力 用蠻力去唱 然後很多細膩的東西 基本上它不到位 所以音準上 有些甚至那是共鳴 其實它掛不住 然後妳就硬用喉嚨去唱 所以有些東西妳聽妳知道 是在音不準的情況下 妳已經死撐住了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說 除了妳的聲音的韌力以外 妳本身的氣息要掌控好 不然的話它根本支撐不到 妳想要的一個聲音的張力和表情 謝謝老師 我覺得林青第一次比賽 一個是我覺得妳的聲音就比較嫩 不過妳的表演這些妳都很盡量去做了 所以可能要接受他們說那些語氣上面 我們要再加強 不過我覺得妳在台上很有氣場 很有自信 所以妳的表演這些都很好 而文子其實妳用很多力去唱 變成妳的音準每次會飄 而且妳剛才在唱的時候記得 妳們腳要打拍子的時候 不要穿白色的鞋子 每一次妳們要打拍子的時候 都白色的鞋子 一直在打 不過我發現妳的上半身跟下半身 在打的拍子都不一樣 我們卻太明白 說得越多越空洞 就感覺上妳其實妳對拍子 沒有那麼肯定性 謝謝老師 嗨 林青今天的表現 我覺得還是很享受 可是我今天先從評審那裡 我們要學到的東西就是 妳可能有演 可是評審或者是觀眾 她好像沒有辦法連貫起來 去了解妳全部的東西 可能我們現在回歸一下 找回聲音的感動 就以前妳還沒有這麼會演的時候 只是單純唱歌的那種感動 我覺得接下來是我們要努力的地方 好不好 加油 謝謝老師 給文子 其實我應該是在所有的學生裡面 我講到最多的 唱歌真的很出力 這首歌是她非常喜歡的 但是她唱的很多年了 有些東西已經固定在那邊了 我們很難去改它 那我想說改不了這些問題 就改變妳的氣息 繼續加油好不好 好 謝謝老師 好 那這個時候就看 評審表態的時候了 3號 恭喜編號1林青先拿下一分 謝謝老師 怡婷 恭喜編號1林青 也再次拿下一分 代表這個環節的PK呢 我們傑出非凡隊已經勝出了 那我不曉得文海老師 搖頭 她也是投給了編號1的林青 謝謝老師 好 謝謝兩位加油 謝謝 好 那JJ老師 怎麼樣蹭蹭追擊呢 要派誰出場 一點點 怎麼叫一點點 下一個歌手就不是一點點 可是他唱甜蜜蜜 一點點甜蜜蜜就好 所以我們派出心力 那云翔老師你呢 派出惠芳 大概應該是我們這一次的 年紀最大的對吧 歡迎陳心力帶來偶像鄧麗君的甜蜜蜜 甜蜜蜜 你想的甜蜜蜜 好想花兒開在春風裡 開在春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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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夢裡 幾個隊裡 夢裡夢裡 夢裡經過你 天蜜蜜笑的多甜蜜 是你是你 梦见的就是你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她在梦里 梦里梦里经过你 甜蜜笑得多甜蜜 是你是你 梦见的就是你 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她在梦里 小鸟唱出了黎明 阳光通过了窗里 我悄悄地改抓 夜滴滴滴歌唱 为了寻找到自然好好放过 为了追求那美满的向往 再回吧 再回吧 这些漂亮衣裳 再回吧 这间温暖归房 今天起 今天起 我不是娇羞姑娘 用不着图纸 我分来扮装 今天起 全服律旅行 容装 谁说故事 英俊潇潇 浪 我悄悄地向前走 我悄悄地向前走 走向有趣的地方 我滴滴的歌唱 唱唱大志安好风光 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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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阅 UH 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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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u 在尾巴 这间温暖归房 今天起 我不是娇羞姑娘 用不着土吃 我分来扮装 今天起 穿护旅行戎装 谁说不是 英俊小傻 我悄悄地向前走 走向幽绪的地方 我滴滴的歌唱 想想大志恩好风光 我们这一组稍微连长一点 是 所以青春岁月的歌 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 是 真的 那是我听过 小鸟唱出了黎明 非常好听 对 我想这个环节 青春岁月的歌 不晓得对于两位来讲 会不会很难选择呢 只要是好听的歌 旋律好的我都喜欢 那怎么选到甜蜜蜜这一首呢 因为上一期唱的是有点悲的啦 哦 那个江水幽幽肋肋肠 是 那这次我就说想唱一些开心的 哦 要给她平衡一下 用心良苦 是 那慧芳姐 为什么今天特别选这一首 因为这首歌是我比较有印象啦 是我姐姐在我去看戏 然后她又讲这个故事给我听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哦 所以一听到有这样的主题 你马上想到这首歌 哦 对 那我们就有请文海老师来点评 欣利姐还有慧芳姐你们好 老师好 我记得这一组很奇妙 她们选歌 一位是选了世界名曲 另外一位是选了 我没有听过的歌曲 欣利姐姐也说到 就是在上一场你唱了一首 江水幽幽 然后今天应该是有点甜蜜的感觉 因为是甜蜜蜜 但我感觉到那个甜蜜蜜还带点幽幽 我已经 已经尽量笑了 因为怕笑太多很难看 她作文跑出来 其实慧芳姐你可以跟欣利来多研究 然后研究一下她的歌唱的稳定度 然后我们的欣利也可以向 慧芳姐来学习 因为慧芳姐她利用了整个舞台 她从她自己家里面的客厅 走到对面邻居家的客厅了 对 所以毕竟还是参赛者 毕竟还是竞争者 但是希望两位都能够从中 来互相学习好不好 我想要问就是 慧芳姐姐你唱歌 已经唱了几年了 小时候就唱了 所以唱了74年 没有啦 没有咩 第一年会讲话爆料吗 她一定会唱歌 大概五六岁 大概五六岁 跟着哥哥姐姐唱 所以我感觉到你在舞台上唱歌 然后你给予 可能给予听歌的朋友 就是能够感觉到你的一个快乐 所以今天这只小鸟真的唱出了黎明 加油 谢谢老师 好不好 谢谢老师 那整体来说你只顾了那一点 就我要把歌曲的线条 唱得非常顺滑 非常动听 那可是 编曲方面 它其实还是有重拍的 是你 那这些重拍的时候 其实不明显 你的声音和你的编曲 它是感觉有点分开的 这个字会稍稍小扣分 好 慧芳姐 这首歌其实我也不太熟 我当作是有新歌来去听的时候 整体来说你演唱的是 是有自信的 因为很熟 可是在熟的过程的时候 这个歌的呈现方式 单一的只用一种方式去唱 字的轻重都没有 所以变成我一直听到一个音声 就是 这个音声 所以听不清楚你的声音的 那个音准的 甚至那个旋律的线条 它有一点点糊掉 这个要回去再听多仔细一点 好不好 加油 谢谢老师 嗨 两位好 我刚才先是听 欣利姐的甜蜜蜜 那我听你在唱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你在念出那些字 然后是有调子 然后也有音准 然后你就是尽量的在完成它 那我觉得 如果你能找到在这个旋律音乐当中 内在的律动 然后再发自内心的去表达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像这个曲子它的名字一样 人家就能感受到甜蜜 同时呢 你也能够多一点真心的表白出来的那种感受 那么我觉得这首曲子就更打动人了 好 接下来就是慧芳姐啦 那我觉得您呢就是很轻松 也能够感受到你自己很享受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接下来你在享受的时候 你还得要注意老师给你的提点 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有更好的表现 谢谢老师 心里你的音色的线条是挺美的 只是因为后面的那个抖音 就变成影响到了你的那个线条的美 然后尾音的时候不要太多 那个颤音 颤音太多了 破坏了你原来唱的美 好吗 好的 谢谢 这个可以改的 好的 慧芳 其实你是很会唱的 可能是因为你动的太多 或者是说回去老我 就是你平常唱惯的那个状态 所以忽略了歌的稳定性 跟定位性 所以这一点要真的要再注意 谢谢 心里我们今天挑战成功了 因为我觉得有那个 你喜欢这首歌的感觉在那边 那个歌鼻有点水多了一点点 不够浓而已 就是敢敢的把情绪放出来 那大家就会欣赏你的歌唱好不好 可能紧张 是啦 下次就不要紧张 OK 他跟我讲我可以的 老师 你跟我讲我都可以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动作很俐落 他只上一两堂课 他就把我所要的东西都表达出来 他今天真的是有点累了 因为他彩排的时候 他的声音是非常稳定的 还有就是我必须要讲的 就是说他在前两天的时候 他的衣服我跟他讲说不行 你去买好不好 他讲说我这个马甲 我讲OK你做 他今天跟我讲老师漂亮吗 非常漂亮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给你说一声 非常棒 太棒了 谢谢老师 当然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看看你们两位今天的表现 到底我们的评判老师是比较喜欢哪一位的 好不好 文海 来 编号三 恭喜新历节 一屏 编号四 恭喜黑方姐 一比一 打成平手 二号 编号三 恭喜新历节 所以在这个环节呢 又是杰珠 非凡对胜珠 不晓得两位老师 为什么会把接下来这两位同学来压轴呢 最好的就压轴咯 就是这样的嘛 通常是嘛对不对 所以 最后一个赢多一点咯 所以这一位学员是 接下来派出的是妙娟 哦 那我记得她的这个妹妹好像 在我这边 对啊 所以我就知道姐姐应该赢多一点点的嘛 所以您派的是 宝娟 麦妙娟青春时期很喜欢新瑶 十分崇拜三毛和梁文福 为大家带来这首《说时依旧》 中期待 重逢无意中 相见心如芒 对面问安好 不提回头路 提起当年时 梦言笑荒唐 或是真的真的真的爱过你 说是依旧泪如沁 星星百发成少年 这句话请你放在心底 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往哪里去 不要不要跟我来 家中孩儿等着你 等爸爸回家 爸爸翻开 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爱过你 说是依旧泪如沁 星星百发成少年 等着你 等爸爸回家 把把分开 麦宝娟中学时很喜欢听本地音乐 青春岁月这个主题 他马上就想到了这首《千影》 如果我们俩从来不成相恋 泪水 泪水不会阵住我的眼 如果你的心 如果你的心还有一点牵挂 不会将我孤独地留下 我不愿回家 我不愿回家 我不愿回顾 因为在记忆深处 十年长时间 我心里 不愿回家 不愿回家 人生 我不愿回顾 因为在记忆深处 十年长刺痛 我心里 人生旅程 充满艰辛和坎坷 我需要你的双手牵引 我不愿回顾 因为在记忆深处 十年长刺痛 我心里 人生旅程 充满艰辛和坎坷 我需要你的双手牵引 很难得看到姐妹相逗 而且被分配到同一组 妙娟 你觉得你唱得有比妹妹好吗 我觉得妹妹唱得很好 妹妹 你觉得你唱得比姐姐好 我觉得姐姐唱得比较好 很有感情 那为什么你不要指出你的感情 我已经唱得很有感情了呀 今天两位为什么会选唱这些歌呢 我从读书的年代 因为橄榄树认识了三毛 然后就看了他的著作 他的写作小说散文 然后就也知道了他这首歌 的旋律非常的优美 我非常喜欢 所以就选了这首歌 好 宝娟你呢 牵引这首歌 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然后就是能够朗朗上口 然后我也挺喜欢邓妙娃的 她的那个外星很漂亮 好 这个两位姐妹的演唱 三位评判老师也听过了 上号我们先来 妙娟姐你好 你对这首歌的呈现方式 其实是美 然后舒服 然后你在音准上的时候 有时候还是会有点小偏差 因为想要表达的是那个意境 可是在表达意境的时候 你同时间你的技术和你技巧 它同时要替你加分的 先不要去想得太远 那个艺术先 所以这两者之间 你还是要找一个balance 好的 谢谢老师 宝娟 我们是声乐老师 那有时候其实从听 普通人说话 我们学生说话的时候 你的声音说话没提起 所以你在唱那个 那首歌的时候 它很重 很多崩拜 那种 我完全是感受不到的 你声音是 在这个空间的 它没有太多的饱和感 它完全是分开的 我的声音太细 听不到 上一次也这么说 这一次也这么说 那么就是应该很注意了 它呈现不到 那个歌的完整性 所以这个东西 是有点可惜的 就是从说话的稳定度 你要从那边延伸出 你的歌唱的稳定度 好的 谢谢老师 那我觉得妙娟 你这首歌呢 非常的适合你 你也有沉浸在其中 那当然在表达当中呢 你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我就建议一下 你在那个尾音的部分的稳定性 和它的处理的细腻性 不要告诉任何人 你往哪里去 不要不要跟我来 再做一些 或者再用心地感受一些 你整个的乐曲的 这个旋律的这种连贯感 和感染力 就会更增强了 谢谢老师 妹妹呢 你刚才一进场 你的那个活泼和开朗 我已经感受到了 可是你唱歌了之后呢 我觉得声音就好像有点跟你讲话一样 越讲越小声 这首曲子其实本来是很适合你的 可是因为你唱的时候有点慢热 你没有完全放开 然后就变成这种乐曲当中的那种 热烈啊 和这种热情啊 这种阳光的感受呢 就少了些 所以呢 希望你呢 再放开一些就会更好了 不过我认为 姐姐和妹妹都很棒 所以我认为你们两个呢 不管谁赢了 你们家都赢了 谢谢老师 我想要问一下 妹妹如果说选歌的话 你一般上会唱什么样的一些歌曲 林慧萍的歌曲我挺喜欢的 林慧萍 对 如果你是说林慧萍的那个 那一挂的歌曲 我觉得比较适合你 如果你是说妙华姐的这首歌曲 Drum Beat也很重 会把你的这个很可爱的声音给盖了 但是你今天还是让我听到了 你的一个很可爱的音色 我是很喜欢 我只是觉得说可能歌曲 如果选得对的话 搞不好妹妹就 姐姐了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说妹妹继续加油 好不好 那说到姐姐的话呢 真的是有融入到整个歌曲了 然后整个歌曲的感觉都 让我能够也想到 就是当年的潘岳云 然后也想到这整首歌的 这个旋律跟歌曲 然后希望姐姐或妹妹 如果有机会走到下一圈的话 就不要太过家和万事心了 好不好 加油 谢谢老师 我觉得你们的声音很好听 姐姐有比妹妹强的是 因为姐姐的肢体原有一点张力 不过姐姐在张开嘴的时候的力道还是 就是高音的部分的张力还是不够 妹妹其实有进步 城里的月光我根本听不到月光 我只要听到城没有光 今天还有一点光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会让你们成长得更快 因为后面有追兵追上来了 加油 很少学生就来到上课的时候 他可以说 整首歌的歌词我非常了解 然后我还没有解释 他就每一句每一句 我是这样这样这样 他都懂 所以我觉得对意境处理 对歌曲处理已经在那边了 声音的力度 是我想给你挑战的 所以我们就要今天很清楚地 看到那一点点的力度的缺失 就是我们要去进步的 所以如果拿到多那一点点的话 下次就很大点了 OK 加油 谢谢老师 我会努力 这一次我就跟他训练他的声乐 练到一个小时后 他从来很少用到那个闭合器的时候 他后来讲话都走音走音这样 他是过度了 那他停了 因为不可以再试压力了 那我讲好 那你就保持这样 起码今天我们都听得到你唱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尽了他的最大能力了 下一次我们再加油 会的 我会努力的 谢谢老师 也谢谢我们评审老师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三位评判老师 这两位姐妹还是要逗个你死我活 还是要看一下他们两个今天的表现 到底谁呢 是略胜一筹的 好 要加分吗 不需要 真的假的 我跟他商量了 不需要 他们是好姐妹 你们是好兄弟 你们两位老师已经决定了不加分的对吗 好 不使用加分权 怡萍先来 编老吴 妙娟先拿下一分 文怀 也是编老吴 恭喜妙娟 也就是我们JJ老师这一点点奏效了 好 站好 也是给了编号舞 恭喜杰出非凡对 在这个回合又胜出了 六位学员用心演唱 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 哪一首更触动评审的心呢 好 第一回合团战 第二场比赛的成绩已经出炉了 那在第一场的这个比赛呢 是由杰出非凡队以0.3分呢 胜出的 那不晓得今天的成绩是如何的 好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一场当中 团队得分最高的学员 分别是谁 请看大屏幕 好 我们这个回合得分最高的是 两姐妹 杰出非凡对的妙娟获得79.3分 展翅飞翔队的宝娟获得78.2分 赢了1.1分 这还叫一点点 好 那就看看 两个团队在一起的总分又是如何呢 今天的总分请看 杰出非凡队获得236.7分 展翅飞翔队获得233分 这有3.7分的差距 综合两场的对决 胜出的团队是 杰出非凡队获得473.7分 展翅飞翔队获得469.7分 有4分之差 我们要恭喜杰出非凡队 恭喜在这一回合胜出 获得争取四颗荣誉之心的机会 总和那些评审老师给的意见 我在听听 我也在调整我自己 接受这个分数 然后我会告诉自己 下一次我会再对症下药 这一次六位学员 他们聆听了我的一点点的建议之后 很多很多的功课 他们自己去完成的 然后我有看到他们的可能性 在黄金舞台 每一个选手的进步 都是很迅速的 我们要的就是越战越勇 很有型 所以方中华厉害 我一个人要打牌 没有办法 不能做到实力牌 要做偶像牌 你是一只乌龟 你一定会跑一个牌股的 所以你要慢慢爬 拼命爬就对了 但是我们的比赛 日息有限 所以在你的龟壳上面 要加一个摩托 明镜年华区斗歌敬意 星期五下午三点半 8频道与WeWatch同步观看